各位 時日金句又來了 時日金句是什麼呢? 時日金句就是 日日好像魔術師一樣 在帽子裡拿白套出來 日日好像魔術師一樣 在帽子裡拿白套出來 厲害了 誰說的呢? 這句說話是跟立場新聞案很有關 是立場新聞案的辯方律師說出來的 立場新聞案一直審審都很多天 話說呢 立場新聞案審到第36日的聆訊的時候 即是Hearing的時候 控方竟然在兩天內 向法庭呈遞了十篇檢討基礎意外的文章 即是額外又整多十篇文 給法官坦坦坦 給他整個法庭坦坦 毛尼拉肺呢 真的好像變魔術一樣 好像個魔術師一樣 在帽子裡 又拔一隻白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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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一拔了十隻白套出來 就是這樣 從而就想繼續去質詢 立場新聞的 盤問 立場新聞的前老總 鍾佩權 佩權 希望大步濫過 佩權兄 這樣就 關於這個問題 辯方的律師就隨即 就反對 表示反對這個盤問 為什麼呢 他認為控方已經結束了案情 但是就一而再地加入新文章 他繼續盤問 哇 真的沒完沒了 無限了 比唐僧厲害 那種 辯方律師呢 就形容 控方這些所作所為 就是這一句 就日日好像個魔術師一樣 在帽子裡 拿白套出來 哇 真的拿命了 即是什麼意思 即是講白些 即是生安白做 即是 鑑粗尼 即是 莫碎柔 是不是 這個呢 很老實 就是現在香港的現況 不過很老實 也都要跟大家說回 香港現在這些 尤其關於國安的問題 他要檢控 鍾佩權也好 黎智英也好 民主派47日 人也好 這個根本已經不是法律問題 這個是政治問題 不過 是用法律做武器 用法庭做武器 用法官做武器 這個就是所謂的法律武器化 這個是習近平說的 要法律武器化 對付西方敵人 要對付美帝 現在都對付你那些大膽刁民 勾結外國勢力的香港人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 法律武器化 總之大家要記住 記住 記住 是沒得贏的 香港的法治是玩完了的 不過一定要具力力爭 立此傳召紀錄在案 都很重要的 明天就是台灣228事件 台灣亦都會 播放 數碼收復 這個 二十幾年前 二十 哇 1989年上映的 現在都 嘩 好厲害 三十幾年前 不是二十幾年前 三十四年前 三十四年前 對 三十四年前 九九 零九 一九 對 對 三十四年前 三十四年前的悲情城市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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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梁朝偉最近低調來台灣加持這部電影 說很喜歡這部電影 希望他明白228對台灣人的意義 也明白2019對香港人的意義 反送中運動對香港人的意義 希望他明白 就是這樣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會看到實際情況 香港已經是這樣 總之要記住 現在法庭的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是政治問題 尤其是中國的情況 香港已經被立集了大陸 被大陸化了 一定是用這個思維才會較為準確的 好了 言歸政喘 就是 關於這句金句 事逸金句 實在說白些 笨不是說什麼呢 並不是說日日呢 好像魔術師那樣 在帽子裡拿些白套出來 實情呢 應該是怎麼說呢 就是笨是這麼說的 實情應該是這麼說的 就是說 日日好像個魔術師那樣 在帽子裡拿些生豬肉出來 就當然是用來砌 啊 正是什麼呢 何患無恥 今有 欲妻之罪 何患無生豬肉也 唉 唉 講到這裡先 唉